建立一个海军 如果你是用陆军的思维去管海军 就会变成闹解放军这种笑话 对所以这个48小时 我讲不是黑了 不是黑他 这个港没接 现在里面被删掉了 这个围里面被删掉了 就是因为他到了这个去 发现部队休假 这车船怎么是冷的 门锁 你看过那个船把门都锁起来 人都下车吗 没有 只有渔船会这样做 因为渔船小启动很快 那种大型的军舰 他不熄火的 所以他晚上即使他靠港休假 上面会有直跟官 直跟兵 所有的轮机都有直跟 他是保持24小时不间断的运作 所以说海军才会有两支支队 一个支队是战备运作 另外一个支队是进场保修 他分开在做 所以说海军 因为中国扩张太快 他的海军的建军思想还没有到达 所以他是用陆军的思想在建军海军 所以说为什么你说船多不代表战力强 船大不代表战力强 你的观念 你的直跟方式 你的战备方式 要完全符合国际海军的标准 那么解放军差的还蛮人 溢帅军现在重点来了 因为山东号如此 现在了解到他们最新的福建舰 难道也是如此吗 那如何看待这三艘航舰 再来山东舰 经过这个鹞 mindfulness 南方了 然后预计会经过台湾的东南海域 美国的潜舰会做什么样的侦测 因为尼米兹号在前几天 也是刚好有在那附近 然后因为史黎蓝梅 大做文章说 哇看到山东舰 尼米兹号赶快逃跑 这到底怎么回事 我要跟大家讲 我先讲 如果中国真的跟美国 陷入了海军的禁军 竞争 中国就完了 养不起 你真的养不起 你马上要第三艘 听说又要第四艘 又要出现 如果中国不要多 养十艘航母 我告诉你 中国的财政就拖垮了 真的就拖垮了 你想想看 进港不熄火 24小时持续运作 一年两年三年十年 中国就完了 中国就完了 就拖垮了 另外我在讲 水兵怎么培养 来不及啊 你造舰速度造的太快 你的水兵 还有海军的思想跟不上 就出了问题了 另外 为什么他到我们120海里 有的人很紧张 哇不得了啊 这个中国的航母 进来了 你没想到一件事 他自己陷 比我们危险 他从宫古岛过来 冲绳 云纳国岛过来 经过外海 到我们的乱鼻去 你想想看 我们台湾上面 所有的岸对舰的 飞弹在做什么 都在追瞄 都在追瞄 100海里多远 220公里 我们所有的飞弹 都打得到 所有的飞弹 都打得到 所以说 他是被上千发 飞弹在追瞄 所以紧张的是谁 那不止台湾 日本也在追 美国也在追 关岛也在追 他那就好像是活生生的一艘把船这样在走 大家在追 那你不打仗的时候 你怎么开 随便你 你要钓鱼 你要度假 随便你 可是当你开始有战争 作战行为的时候 那就有一件事 就是万诞齐发 你不被打成 谁被打成 所以我讲 他摆拍出来 可以 他真的要 从事作战 他根本出不了 巴士海峡 跟宫古海峡 其实他就沉在那边 是 中国的航母 在我们的台海周边 在那边所谓的巡航 在那边绕台等等 那这个台湾跟日本方面 其实都是高度的关注 瑞德哥 怎么看 因为这个距离 我们俄网比 东南方大约是120海里 那其实不光台日 美国的潜艇 应该会进行侦测 再来我们也注意到 日本在这个宇纳国岛 跟这个相关的岛屿 石渊岛部署爱国者飞弹 这是针对北韩 还是针对中国 事实上 那么我们的国防部 很罕见 连续两次公布 有关于山东号相关的 这个征照的照片 听说还经过了特殊处理 本来的高清版 还把它故意弄得 稍微模糊一点 这样子 为什么 因为不要让中共知道 我们的高清摄影 到什么样的程度 这就是一种 欺敌的一个方法 我还在想说 怎么没有高清照 高清照是故意不公布 你可以发现 日本的话 都是直接公布 他们的高清照 他们的飞机 跟他们的军舰 日本公布的 都是非常的清楚 那照理来讲 我们台湾发了那么多钱 怎么可能公布一个 比较 例子比较粗 比较模糊 这个是有点故意的 就不让你知道 我大概是用什么方式 我拍照就收证就对了 那么当然在中国小粉红 通常很会自我安慰 那么我们绝对不自大 但是也不要去夸大敌人的 等于说厉害的战力 那么他们不是说 辽宁号来到了 日本的外海等等 所以日本被吓得 要派援跟监 对不对 日本哪一次没有派援 我想坦白的 为什么呢 他日本每一次 只要你中共的辽宁号 山东号 你来到 比如有来到 靠近日本的岛屿 尤其在西太平洋 这个部分 靠近他们的岛屿的附近 他们从空中的飞机 一直到海面上的军舰 几乎都全程跟着 一定全程跟着 各位 那么这绝对不是 中国小粉红 自我安慰的说 什么 他们被怕的要全程 不是 人家是在跟监你们 而且讲白了 人家还没有派大部队 来跟监你们 就表示人家认为 人家看破了 你是紫老虎 我说得难听就是这样 我只知道 我只知道说 我认为说研判 你就来这边绕一绕 经过军员远训这样而已 你连打都不敢打 所以我只要派足够的兵力 来进行一个监控 这样就可以了 这就是日本的一个态度 每次都这样 所以全世界公布 那么有关于中共 所有的舰艇跟军机 那绕来绕去的最多 画面最清楚的 就日本 那么有关于美国的话呢 到底是怎么样 各位还记不记得 这张照片 各位应该记忆犹新吧 这张照片还记忆犹新吧 这应该是中国 有史以来最耻辱的一天吧 你一定认为很耻辱吧 2021年的时候呢 马斯廷号的驱逐舰的指挥官 翘脚 你有没有看到他翘脚 旁边有个人 打了一杯咖啡 对不对 然后正对的那一艘 就叫做辽宁舰 辽宁号 对不对 绝对不是美军啊 美军这个等于说 那么自己像八国联军一样啊 然后呢 进行这个所谓的 这个轻敌等等 这个不是各位 你要知道 他不是轻敌 他是看不起你 为什么 美军他在做什么事情之前 他虽然是世界上最大 最强大的国家 那么世界超强 但是呢 他在评估敌人的时候 敌人跟他一样强 敌人比他强 他自己本身也是怀疑 所谓的敬畏之心 他看你不去 你知道吗 因为很简单 你只把辽宁舰给摸透了 别说美军看你不去 我也看你不去 山东号 辽宁号 我也同样看你不去 同样的意思嘛 因为大家 英雄所见对同 不是只有我这样而已 全世界的这些军事专家 我相信连中国的军事专家 都知道我们会说 这样的一个话嘛 为什么呢 你知道刚刚那张照片 不是中国的 这个很大的耻辱吗 你知道他竟然入选 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军 海军成立72周年的纪念图件 然后呢 这张照片的理由是 他被搜进去 那个解放军的海军图件 这个理由是 充分展现出人民海军的 自信跟开放 你到底在搞什么鬼啊 你是说那个 俏夹看不起你是 人民解放军的 这个自信跟开放吗 各位 他的相关的 这个山东号 辽宁号 事实上只有7天的安全期 他的油料啦 他的油料只有7天 因为他要往返嘛 航母 为什么说他核子动力的之重要 在这个地方 你旁边一定要带一个奶妈 一个胖娃娃 一个胖奶妈 你自己本身那个 听说这次不是山东号去闹了 那个闹了好几圈嘛 有没有 加油就加了7次啊 我们也好 美国也好 日本也好 包括中国自己的军事团 都知道 人家不会去打你的这个驱逐舰啊 人家不会打你的飞弹 那个护卫舰啊 也不会去打你的山东号辽宁号 我打你的这个油弹补给舰就好了嘛 油弹补给舰最笨重最好打 打了以后 没有油了 没有蛋了 你的山东号辽宁号就是个废铁 7天8天以后 就是你拼啊蹦了乖乖回去 那你的山东号辽宁号有什么啊 对台湾来讲 台湾怕的是你的什么 海军的动物 跟你相关的这个 等于说动拐5的两栖登陆舰 可以载着飞 载着这个所谓的战车坦克人员 来攻打台湾登陆两栖嘛 否则这些飞 这些所谓的 这个山东号辽宁号 有什么用 你想横更在太平洋 横更在宫谷海峡 阻止美军跟日军来救 马上没办 Auf 工人 杰伦 草 杰伦